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浩天 今天是10月19號星期三 距離美國中期選舉只剩下20天 共和黨的選情越來越被看好 但多個關鍵州的選戰仍然激烈 然而 今年的民主黨候選人的一個奇葩現象 很可能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10月18日 《紐約時報》和西安娜學院聯合進行的投票意向調查顯示 在中期選舉還善下不到三週之際 共和黨的選情已經有了較為明顯的優勢 讓共和黨人奪回國會控制權的動力大大增強 該調查顯示 49%的選民說 計劃在11月8日的中期選舉中投票給共和黨人 45%的選民表示要投票給民主黨人 這一結果表明 自9月份以來 共和黨的支持率在上升 而在上次的民調中 民主黨的支持率還領先一個百分點 隨著通脹繼續上升 股市持續下跌 最關注經濟問題的選民比例 從7月份的36%上升到44% 遠高於其他問題 在這部分選民中 支持共和黨的人數是支持民主黨的兩倍 民調還發現 隨著由於不決的選民轉向共和黨 共和黨人在關鍵的獨立選民中的支持率領先10個百分點 而在9月份 民主黨在獨立選民中的支持率已領先3個百分點 最大的轉變來自女性獨立選民 9月份 民主黨在這些選民中的支持率大幅領先 共和黨14% 現在出現優特爾 共和黨的支持率反超民主黨18% 建於民主黨高度關注這一權體 以及共和黨不支持墮胎 這是一個相當驚人的轉變 民調還顯示 經濟仍然是比墮胎權更加引人關注的問題 例如 37歲的民主黨女選民羅賓·阿克曼 就是要投票給共和黨 他說 儘管自己百分之一千的反對聯邦最高法院 推翻羅伊蘇韋德案的裁決 但是這和我的投票關係不大 我幹關心其他的問題 隨著選舉日日益領近 各州的州長選舉和聯邦參眾議員的競爭都空前激烈 詭異的是 有助於選民了解候選人執政理念的重要選前辯論 今年卻空前的少 而且拒絕出席辯論的幾乎都是民主黨人 這成了今年中期選舉最奇葩的現象 下面 我們先來講講其中最突出的一個例子 CNN報導 在今年的中期選舉中 亞里桑那州的州長選舉極其重要 這是因為 該州州長在確認下一位總統過程中 可能起到關鍵作用 川普總統背書的共和黨候選人卡利·萊克 堅定不已地認為 2020年的總統大選結果有問題 而民主黨候選人 現任州長凱蒂·霍布斯則否認這一指控 這是一場最受關注的州長選舉 選情也一直非常膠著 不過 近期共和黨候選人萊克的聲勢越來越大 民主黨候選人霍布斯則顯得低調沉悶 這使得很多民主黨人哀嘆 霍布斯要輸改萊克 造成這個情況的主要原因 就在於 霍布斯打破了該州20年的傳統 拒絕和萊克進行辯論 霍布斯的競選團隊堅稱 參加一場幼稚的對罵沒有意義 尤其是對方是那麼喜歡插話打斷別人 霍布斯在接受CNN採訪時說 我沒興趣改萊克的公眾表演參場 我將繼續和選民直接對話 他還說 萊克拒絕向亞利桑的人交代政策立場 他才是不敢和選民對話的人 不過 霍布斯的這個說法站不住腳 53歲的萊克是前福克斯電視台新聞主播 外形亮麗 口才一流 在盛大的造勢場合如魚得水 最近 萊克每天舉辦好幾場競選活動 甚至發起隨便向我提問巡迴活動 造成轟動效應 前亞利桑那州共和黨州長參選人 克里斯丁·瓊斯說 從第一天參選 萊克就掀起一場運動 我個人在亞利桑那州參加過州長選舉 過去從未看過這種景象 相反 霍布斯的舉動則堪稱奇葩 上週 亞利桑那州西班牙裔商會 邀請萊克和霍布斯 在環球電視網主播 萊昂克勞澤主持的舞台上接受提問 據萊克說 霍布斯要求主持人 用窗簾和隔板把兩人完全隔開 還要求使用不同的停車場和會場路口 萊克競選團隊於是派人穿上 小技造型的服裝譏諷 霍布斯懦弱 10月15日 左媒AXS新聞網站報導說 民主黨戰略家正在關注萊克 並對他的突出表現感到震驚 一些民主黨人對霍布斯則感到沮喪 說他拒絕和萊克辯論 向外界發出恐懼對手的信號 這屬於政治實當 奧巴馬前顧問大衛·阿克塞爾羅德說 當你競選一個州的行政長官時 力量成了一個領先指標 當你拒絕辯論時 會被視為軟弱和恐懼 霍布斯團隊他們顯然認為 萊克是個難以對付的人物 這可能是個致命的錯誤 民主黨人甚至預計 萊克會輕鬆贏得州長競選 並有可能一躍成為2024年副總統候選人 或者川普之後的總統候選人 霍布斯不願參加辯論 不知道是 不善於說話 還是沒做好功課 據美國人口調查局的數據顯示 亞利桑那州首府鳳凰城的人口中 42.6%是西班牙裔或者拉丁裔 全州有31.7%的人口是西班牙裔或者拉丁裔 然而在上述西班牙商會的活動上 當主持人問霍布斯 從亞利桑那州的西班牙裔社區中學到了什麼 霍布斯竟然結結巴巴不知所云 他說 這是個好問題 我不一定那麼想 用這樣的詞來形容 我認為 我真的珍惜 我廣泛的關係和不同的族裔 我時刻都在向人們學習 我的嫂子 她是拉丁裔 她的家庭 我喜歡和她們在一起 顯然 作為張口閉口 維護少數族裔權益的民主黨人 霍布斯在一個西班牙裔人口佔三分之一的州 竟然說不出該群體的一個優點 不禁讓人懷疑她是否真的關心過這些人 最近 在賓夕法尼亞州 民主黨參議員候選人約翰·費特曼 一再拒絕與川普敗訴的奧茲醫生 進行辯論的邀請 也引起了廣泛的質疑 也導致了他的民調下滑 10月18日 賓州AARP公布的民調顯示 在參議員競選中 民主黨候選人約翰·費特曼的支持率是48% 領先奧茲醫生2% 至於民調的誤差範圍是4.4% 這意味著 兩名候選人的支持度實際上是持平的 而在6月份時 該民調顯示 費特曼領先奧茲醫生6% 值得關注的是 奧茲醫生在獨立選民中的支持度是51% 高於費特曼的44% 由於賓州是重要的搖擺州 選舉成敗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獨立選民 該民調結果顯然對奧茲醫生有利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 民主黨候選人費特曼早前中風 他的身體狀況最近引發了爭議 10月7日 NBC新聞在霍特曼的大房子中 對他進行了獨家採訪 視頻顯示 費特曼需要電腦字幕來幫助他理解問題 凸顯他在表達自己的想法時具有明顯的困難 更覺得是 記者達莎·伯恩斯在採訪播出前一天 竟然說他在採訪前和費特曼閒聊時沒有字幕 這更加引發了人們對費特曼身體狀況的質疑 還能不能勝任公職 如果說 亞利桑大州的霍布斯 是因為懼怕對手的口才而拒絕辯論 賓州的費特曼是因為身體狀況而迴避辯論 那麼 其他民主黨候選人也集體拒絕和對手辯論 就讓人感到不同尋常了 在內華雜州的州長和兩長參議員競選中 民主黨人拒絕辯論 在喬治亞州的參議員競選中 候選人也罕見不進行辯論 此外 加州州長加文·有森 加州總檢察長羅布·邦塔也拒絕參加辯論 有史以來 辯論一直是民主進程的主要內容 直到今天 人們都是通過辯論 來了解候選人的政治立場 以及他們的才智和人品 那麼 民主黨人不參加辯論 究竟有什麼難言之隱呢 有評論文章說 民主黨作為一個整體 已經走上了反美國、反社會、反人民的道路 他們所有的主張都經不起推敲 他們所有的邏輯都漏洞百出 就如拜登說的伊安颶風要來了 大家趕緊去打疫苗一樣 我們在以前的節目中多次講過 拜登上台後推行的種種政策 目的是要摧毀美國 在這次中期選舉中 通貨膨脹、汽油價格等 都成了共和黨人打盡民主黨人的力氣 也就是說 民主黨人手中握著一手爛牌 導致他們無法在公開辯論中和對手過招 即使民主黨人唯一可打的牌、墮胎權來說 也有漏洞讓對手可抓 例如 萊克指責霍布斯 支持在孩子出生前的所有階段進行墮胎活動 當CNN的主持人在採訪霍布斯時 就這個問題對他進行了追問 結果 霍布斯繞了一大圈 就是不肯證實萊克的指控是否屬實 此外 是否支持拜登也成了民主黨人的兩難問題 10月14日 民主黨參議員候選人 拉斐爾沃諾克和共和黨對手 霍西爾沃克進行了唯一的一場辯論 沃克是川普總統背書的候選人 他不斷地向沃諾克和拜登政府 以及拜登在經濟、犯罪和外交事務方面的表現聯繫起來 在是否支持拜登的問題上 沃諾克沒有按照主持人的要求 直接回答是或不是 他一再強調他要求拜登 不要在喬治亞州為他競選 沃諾克在回答賴斯的問題時 則毫不猶豫地說 如果川普總統在2024年競選 他會支持他 他說 川普總統是我的朋友 拜登儘管支持力很慘 但週末還是到俄勒岡州、加州和科羅拉州助選 希望選民在11月8日投民主黨的票 不過 正向民主黨人所害怕的 拜登助選很可能是幫倒忙 他最近在加州出席的競選活動上 當有人對該州汽油價格接近每加輪7美元 表示不滿時 拜登當眾信口開河 說加州的汽油價格一折度這麼高 公開數據顯示 川普總統在任時 加州汽油價格都在4美元以下 為了提升民主黨選情 拜登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 《紐約郵報》最近獨家報導 拜登向德州埃爾帕索市民主黨市長奧斯卡蒂澤施亞 要求他不要宣布非法移民問題進入緊急狀態 除了戰場州 在山蘭的紐約州 現任民主黨州長凱西·霍赫爾的選情也遭遇重大挑戰 在紐約的州長選舉中 傳統上都是民主黨人輕鬆獲勝 自1994年以來 民主黨人的領先幅度從沒低於10% 然而10月18日 寬尼比亞格大學公布的最新民調顯示 霍赫爾的支持度指領先共和黨挑戰者 李澤爾丁4% 在郊區選民中 澤爾丁的支持度反超霍赫爾1% 此前 在13日、14日公布的兩份民調中 霍赫爾領先澤爾丁的幅度分別是8%和6% 可見澤爾丁迎頭趕上 該民調還顯示 在紐約州 犯罪問題成了選民關注的頭號問題 其中 42%的共和黨人和18%的民主黨人 以及獨立選民最關心該問題 民主黨人最關心的問題則是保護民主 犯罪問題排在第二位 澤爾丁在整個選戰中 都把重點放在了解決犯罪和暴力問題上 並抨擊現任民主黨州長霍赫縱容犯罪活動 左媒新聞週刊報導 新漢布什爾大學教授安迪史密斯說 上述選民關注的問題 對共和黨人 特別是澤爾丁來說 是個大好的消息 好,今天我們就說到這裡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再見